自己的權益自己要懂得爭取 如果你是打工族 老闆告訴你 因為彈性工時 所以上班超過八個小時 是正常的 沒有加班費可領 那就錯了 因為勞動部表態了 指出打工族並不適用 彈性工時 加班就是要給加班費 先咬好的飲料交到客人手上 手搖擦飲店 一向是打工族最愛 不過最近有些老闆 喜歡以彈性工時當作理由 壓榨打工族的加班費 現在勞動部解釋 只要超過時間就要給錢 老闆他如果說 你還是你的 你規定你的 我就是不做 我繼續用彈性工時的方式 來規避加班費的話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作為 明定做一個解釋之後 未來打工族就不適用 這個彈性工時 我們也增加申訴的管道 我們也鼓勵這個打工族 如果說有受到 老闆不公正的待遇 可以直接向我們申訴 我們會立刻去做 這個勞動檢查 至於另一個爭議很大的話題 就是華龍官場員工案 華龍自救會17號再度集結勞動部 除了再度要求拿回 全額退休金資遣費 也希望與勞動部長陳雄文 來場面對面的對談 對此陳雄文也正面回應 我印象說我不在這個脅迫之下 進行任何談判 如果說他們很願意這個理性的 那麼推派有這個代表性的代表 大家一起來面對面的 這個理性的溝通 我很願意跟他們溝通 近來勞資爭議層出不窮 讓剛上任才三個月的陳雄文 面臨考驗 雖然勞動部已經決定 著手改善 包括勞動基準法 在內的部分條文修正案 不過要怎麼解決爭議 最好的方法還是需要更多溝通 近期日報 蕭波欽 羅一星 台北報導